规划好动线 确保发放顺利进行 受到行动管制令影响 马来西亚沙巴濒南邦玉民村 大部分村民无法工作 影响生计 实际接获消息后 发放所需物资给111户家庭 协助村民渡过难关 我希望能够吃饭 吃饭 吃饭 我希望能够吃饭 吃饭 本来打算是给陷阱就好了 没事 不过后来我们也是有考量到 因为他们很多是没有证件的 他们出去 虽然他要去CKS非常的近 这样大概几分钟就到了 但是出去就是会成问题 最后我们讲 OK 我们就去年这样子 把东西带过来 在这里吧 疫情当下 需要严格遵守防疫措施 现场也有自愿警卫队 福利局和民防部队弟兄协助 维持秩序 一包包的白米 面和鸡蛋等物资 希望能缓解村民眼前困境 不用再为三餐温饱而烦恼 麦大爱 谢念想 吴永贵 沙巴报导 人爱传出去